這個就是陀螺椅的功能 注意看喔 我在轉它的時候 左轉右轉的時候 它的方向盤 它就會反打 就是說我屁股往右甩的時候 它的方向就會往右甩 所以你看它的前輪會這樣子 自己會校正 它也可以調它的敏感度 所以呢 我現在把它敏感度調到最大給你看一下 這是它的遙控器 這個敏感度在這邊 第三動作 把它調到最大 調到最大 然後這時候呢 再看一下它的前輪 前輪 這個就是它的陀螺椅的功能 屁股往右甩 方向盤就往右打 屁股往左甩 方向盤就往左打 在那個瞬間 所以你在滑胎的時候 你在甩尾的時候 一往右甩 它方向盤就趕快往右打 免得讓它甩過頭 這個就是它陀螺椅的功能 所以在這兒 在這裡 在這裡 最大的聲音 開啟 再次開啟 旁邊 在這裡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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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陀螺翼的功能把它轉到最低 這不敏感的狀態 剛這邊旋鈕把它轉到最左邊 最左邊 轉到最小的狀態 就幾乎沒有陀螺翼的功能 就沒有什麼陀螺翼的功能 方向機就不會自動校正它的方向